吴尼瑙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今天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花莲县政府举办2023纵骨客运季宣传的记者会 在县长徐真卫以及现场的贵宾 一起来击鼓声当中 迎接花莲纵骨各客家庄热闹一下 现在徐真卫表示 花莲是一块多元族群融合的土地 无论是饮食 服饰 音乐 都从不同文化中结起 以及各个精华在诞生出来的风貌 感谢客家事务处用心办理系列活动 但不只在地客家乡亲 甚至外地游客 来到花莲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多彩多姿的各种面向的客家文化 现在徐真卫表示 2023刻骨明星古王争卫战 今天在7月15号展开 如来自不同县市的20几个队伍参赛 多冠队伍还能够在花莲线内不同乡镇 来展现竞争的建议 文化 饮食 甚至服饰 甚至我们的音乐 也从客 谈民 应该说国民 客 原住民 常常很多的歌谣 已经把它整个融合起来 所以在这次我真的要谢谢 我们的这个客家事务处 非常的用心 希望它的效益能够延伸 而且让我们无论是在花莲的客家乡亲 或者是花莲的家人 以及来自于各县市的好朋友 能够在六个城市 六个乡镇 能够体现到每一个乡镇 跟我们整个客家文化族群去融合 而产生出了多彩多姿 为了顾及观光平均发展 今年做了众谷客运系列活动 特别安排现在六个乡镇办理想事活动 串联众谷客庄特色 提升活动能见度 展现客家以及其他族群融合的特色 下半年花莲将连续举办各种精彩的活动 从7月的夏天嘉丽华 古王争霸站 我们要放暑假 联合逢年节 8月的金山花季 10月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 12月的幸福耶旦城 希望通过活动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花莲 体验以及品味各种季节不同的花莲之魅 记得继续花费部长